日本、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陸續都宣布要放寬邊境的管制 儘管台灣是還沒有開放 不過航空業現在倒是提前暖身了 先與航空的董事長張國維這一次就在百貨裡面開了新店面 是把飛機、單機門這些全都搬來了要賣周邊的小物 而長榮航空則是要跨航賣防護衣 預購第一天就快被搶光 還真的是機場跑道 想體驗久違的飛航感可以懂張國維帶你這樣玩 新宇小舖第一次開進百貨公司裡頭 不只要賣周邊商品 甚至還把每一層手扶梯的上下入口處都打造成是增機門的造型 讓你整個人就好像是真的在機場裡一樣 每月貢獻千萬營收的賞金機新宇小舖在開新店渴望挹注營收 而隨著日本、美國、加拿大、泰國都陸續宣布放寬邊境措施 新宇也早就做足準備 我相信政府一定會開放入境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島 你終究你還是要開放 你不可能永遠病毒在你就關 我相信他一定會開放 只不過這個時間的部分的話 是要依賴我們涵蓋率的多管而定 等待邊境解封的同時 以便創造聲量長榮航空也提前暖身 長榮航空掛航賣防護衣 MIT的材質可以防水又透氣 側邊還有小口袋可以放酒精口罩等防衣小物 最後戴上面罩 組隔飛沫傳播 第一批限量只有5000件 開賣第一天就被訂走2500多件 而日本樂陶航空則在大阪新齋橋前 擺了扭蛋機 扭一顆5000日圓 大概等於1200多塊台幣 但裡面裝的可是貨真駕駛的機票 航班分布在13條國內航線 一個月就收出700顆扭蛋 人氣朝網 很久沒有出去看看世界 然後一直都關在家裡 其實基本上只要看到任何有關國外 或是航空這東西其實都很興奮 對就是想要 給偽出國的感覺過過感應 真的太想出國了 日本聯航Zip Air就看準這點 開拓台灣到日本成田的新航線 預計10月起飛 P1000卡位佈局E後市場 也替整條觀光產業鏈 帶來新火力 東森產地新聞許金融洪沛宇 特別報導 很多人對馬祖的第一印象 都是戰地前線歷史古蹟或是藍眼淚 但是其實在馬祖有很多的在地美食 被稱為是馬祖漢堡的季光餅 而另外馬祖也是因為產酒 所以這個酒常常都拿來入餐 包含了老酒麵線還有紅糟鰻魚 都很受歡迎 季光餅就放到油鍋裡面炸 就是炸有顏色就可以了 大概兩三分鐘 這個中間有個洞 外型有點像是甜甜圈的餅 在馬祖被稱為季光餅 吃法有很多種 像是這樣下鍋油炸 把蔥花蛋和豬排夾進季光餅 還可以再放片起司 很熱門 來到馬祖南竿這邊 一定要嘗嘗當地的美食 像是我手上這個季光餅 它就被當地人稱為是馬祖漢堡 炸過的季光餅多了酥脆度 上頭的芝麻粒也跟著增添香氣 吃起來扎實軟Q 越嚼越香 它的秘訣就是要弄熱 然後搭配像酸菜啊 起司啊 奶油啊 這些東西 火腿 香腸夾在裡面都很好吃 是我們馬祖人比較愛吃 這個成年老酒 香醇的酒意迅速擴散 遠遠就能聞到成年老酒香 上頭放顆煎蛋 紅糟肉絲 這碗馬祖老酒麵線 看起來簡單 但其實滋味豐富 長壽麵線 吸飽湯汁 吃起來綿密滑順 一入口 酒香就在嘴巴擴散 既暖胃又滋補 一個禮拜兩三次 早餐也是吃這個 入口即化 很香 然後又有酒糟肉 有蛋 馬祖人會自酿老酒 因此他們會把老酒 以及老酒的附屬品 紅糟都入菜 像這個紅糟雞肉串 紅糟鰻魚 以及這碗老酒麵線 都很受到歡迎 萬機時間 客人幾乎來到店裡面 人人都會吃上一碗 老酒麵線 尤其是冬天吃得好好 一吃下去 馬上全身就有一種 萬機的時候 一天可以賣到300碗 海蠻用紅糟醃製後 果粉下鍋油炸 靠海吃海的馬祖 就地取材 海鮮為食 看到紅糟鰻魚的第一眼 會被鮮紅的外表給吸引 吃起來外酥內嫩 糟香濃厚 金黃色的地瓜餃 裡頭包了糖 芝麻以及花生 口感有點像是地瓜球 但是更有嚼勁 越吃越香 透過吃美食 走進當地 也讓人看見 馬祖獨一無二的文化底蘊 東森才的新聞 劉子滕林浩宇 馬祖報導 今天是中國大陸的十一連假 但是有很多人說 他們返鄉之後 就不打算回來了 因為他們已經沒工作了 用電大神 廣東在昨天 倒是開出了 調整電價的第一槍 從今天開始 這電價要調漲25% 而其中這蘋果 因為零件供不上 iPhone13 隔一天竟然漲了2000台幣 車站火車站擠滿中國十一國慶返鄉旅客 但廣東限電匠星 讓農民打工族乾脆趁十一放假 直接辭職不回來了 做人休三或休四 工人乾脆回家 限電也直接影響到蘋果新機供貨 零件供應不上 讓i13價格飛漲 東莞一家代理商表示 才差一天 價格就漲了2000台幣 漲價就算了 深圳 東莞 廣州 多家門市的i13都已斷貨 要買還要等一個月以上 深圳華強北甚至出現店家 在賣i13包裝封條 讓二手機換包裝重新賣 聽說現在華強北的蘋果13 才發布了第四天到五天左右 然後現在華強北的後分技術 就已經有了 可以把這台二手機 直接分個包 變成一台全新機 限電讓廣東尖峰時電費上漲25% 也牽動七大電子業台商敏感神經 在廣東的台商就有951家 以鴻海 台達 光寶 國具 規模最大 波及包括蘋果供應鏈 組裝代工 連接器 被動元件 電源供應器 電腦周邊 影響設備等七大領域 成本增加當然是 還是會有相當大的提升 蘋果供應鏈能不能夠 把它的成本轉嫁過去蘋果 可能目前 今年大概比較不容易了 原本在大陸就搶手的蘋果新機 現在遇上限電更是一機難求 也讓企業繃緊神經 東尊財經新聞中文 我是林宇瑞 許志珍總和報導 2020的杜拜世界博覽會 是延後的一年舉行 在昨天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儀式 在全球最大的360度投影螢幕上 出現象征伊斯蘭圖案的五彩花紋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下一秒鐘 沙子瀑布傾瀉而下 形成一幅世界地圖 原本去年就要舉行的 2020杜拜世界博覽會 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延後一年舉行 30號晚間舉行盛大的開幕儀式 來自全球192個國家的齐聚 也在開幕式上飄洋 現場還釋放燦爛的煙火 王儲堅總理哈曼丹 歡迎大家齐聚杜拜 2013年杜拜取得2020世博會主辦權 成為中東第一個主辦世博會的城市 歷經8年的籌備 終於在一片沙漠中 蓋起美輪美奂的場館 2020杜拜世界博覽會 將從10月1號舉行到明年3月31號 為期六個月總共有211個場館 預計吸引2500萬名觀光客 杜拜更為這場博覽會投入70億美元 相當於1950億台幣的巨資 世博會為世界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力 例如艾菲爾鐵塔 就是為了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所建 而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手機 其實早在1970年大阪世博會 就出現了 杜拜世博會的盛大舉行 也象征全球在疫情陰霾下的一道曙光 董事新聞黃西齐 終生節報導